客人点餐常是菜摊上的照片所吸引 但有的时候落差太大真的会po文抱怨 但是中立看到这一家牛排店 被上门客人给抱怨的内容 却反而引起热烈讨论 因为消费者说了 他点的肥绿牛排端上的奖项控肉 还说就连三色豆都没有 牛排间的滋滋作响成盘装起 还飘起阵阵白烟 牛排馆老板这么做 就是为了证明跟照片一样 有网友在脸书po文 来中立这家老字号牛排馆 点了飞力牛排 但店家端出来 顾客却是气泼泼 说是长得跟控肉一样 询问老板获得的答案 却是不停跳针说 重植不重量 而po文者的说法 让店家相当不能接受 连动都没有动 说这个不是飞力 而且这个东西说什么 没有按照相片的实际的东西 那我跟他讲说 以我们的现场的食品为止 澄清再澄清光说还不够 店家更实际拿出肉品 一片还不够 随机拿出两片 就是要证明 并不如网友所说 是飞力级的控肉 一块肉完成三种愿望 不过也有全员工证明 的确是飞力没错 但是三色豆早就没了 更让网友嘖嘖称奇的是 偷温者竟然会抱怨 牛排没副三色豆 加了可能大家也只会吃 里面的玉米之类的 真的豆子蛮难吃的 所以你不介意 我是觉得可以不用加 没关系啊 讨论飞力最后却歪楼 让三色豆成了主角 网友也说实在太狠了 竟然要吃三色豆 而这样的结局 恐怕也是当初所始料未及 记者谢祥林 桃园报道